剃了731隻羊 不到一分鐘就要踢一隻羊喔 所以你就知道其實剃羊毛很辛苦喔 那大家來猜一下 葛蘭先生也很辛苦 他一天要踢幾隻羊 去打球不要講 兩隻羊 早上你跳表演 下午一場表演 總共一天兩隻羊 好累喔 你是欺負我 欸 好噁心 欸 但是還會想要 不要怎麼樣 欸 為什麼要丟這個球毛給我 當然是黑黑的對不對 因為有大小便 不要啦 欸 大小便你還丟給我喔 哎呀 真的不是喔 其實要告訴大家 剃羊毛是有順序的喔 為什麼 因為真的要先從肚子這邊的毛開始剃 因為剛剛葛蘭先生講的是真的 這個毛身上真的是很多大小便 因為羊妹妹休息的時候 她就趴在地上 沒有錯嘛 欸 根本 你這邊的毛剃下來的時候 你要把它處理乾淨起來 欸 你可能要累了好多次的功 就是說要洗好幾遍 相對的你的成本就提高啦 所以這個毛一般來講的話 通常都是把它染成深色 拿來做襪子 其他一般的毛 就拿來做羊毛背 羊毛粉 羊毛背心 什麼都可以做了喔 但是除了我們要介紹這個 欸 替羊毛的順序之外 我們剛剛她身上的裝備 還沒有介紹完喔 我們只介紹到鞋子 大家看一下替羊毛的一個姿勢 雙腳控制綿羊的一個行動 雙手只是輔助我們來做一個替毛 但是長時間要彎腰 欸 在國外 在經濟農場 溫的比較低喔 欸 我有衣服就有衣服就掉它來了 是不是 欸 所以為了長時間 欸 她彎腰 她的腰脊會痛 我們給她穿了這個黑色的一個背心 它其實是純羊毛製成的喔 比較飽滿 接下來是她的褲子 欸 來 褲子特色在哪裡 這本學的 Levis 欸 Levis 我比較喜歡酒店喔 不要再開玩笑啦 好不好 欸 不是這個意思喔 我們剛剛講過雙腳控制羊的行動 可是羊妹妹野外天然暴霧 毛裡頭很多雜毛 所以其實怕她的腳受傷 所以這個牛仔褲 兩層厚 非常非常的厚 所以她其實 剃羊毛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其實她裡頭的規矩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多喔 欸 很快的 我們的羊毛就已經要剃完囉 好 請開始鼓勵一下好嗎 給我的名娘鼓勵一下 謝謝我們的名娘 因為這個毛都給我用 哇喔 謝謝 好多的毛牌對不對 這個不會是 欸 這個是黑羊 黑羊喔 沒辦法我們用白羊 可是今天我們比較 就是特別 今天是黑羊 Come on 借起來一下 跟她想看你的心動 頭髮 喂 很漂亮嘛對不對 喔 她很開心 可是我看我們的名娘有點不開心 為什麼她不開心 第一個你可能問 我不會冷 其實她有三種的包吻 欸 大家不要擔心她會冷 有三個東西可以來保護她 第一個東西就是她的綿羊油 綿羊油不是把小羊殺掉來炸油 那太殘忍了 其實她的皮膚天然就會分泌了綿羊油 所以你看有時候格蘭先生 一邊剃毛一邊幹嘛 保養自己天然的比較好 唐寶青都美麗對不對 不好 為什麼 羊殺味 不是這樣子嗎 那第二個保護她的是什麼呢 她的皮膚會變 這個你們看不出來 可是你必須相信 這個美鳥沒有怎麼樣 為什麼呢 她的皮膚會開始變厚 這個是 她的確說就是越來越厚 大概一個禮拜 她是 almost double 也就是說她的皮膚經過一個禮拜 會變成兩層這樣子 那麼厚 快了快了 所以她當然不會冷 第三個就更簡單了 雙主的水分跟養色很多 她就不會冷了 其實有一個問題 格蘭她剛剛就一直開始這樣 她的頭皮鞋下去了 她會害羞嘛 沒關係 因為一個女的帽子 給她叫人家 她是什麼帽子 她是這樣子嗎 她出來嗎 她出來嗎 你不喜歡 她不喜歡 她不喜歡 OK 我們這個也養回去了 好 我們也要回去了 但是我們要告訴大家 今天農場除了這樣 三百多隻的綿羊之外 我們還養了很多牛 接下來牛仔來告訴你們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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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走走 前面的小朋友趕快後退一點 因為待會兒這個哥哥打得更大聲了 其實大家今天還滿好奇 這是什麼東西對不對 這個東西叫做澳洲牛鞭 傳統的澳洲牛鞭 跟這個是不太一樣的 這是經過改良式的 它總共分成了三節 它第一節為木手柄 比傳統的要長了一點 方便我們牛仔騎在馬背上 不會打到馬屁 也不會打到自己 第二節為尼龍繩 早期它是皮製的